我覺得如果是林靜怡出來 絕對是一張非常好的好牌 我不太在乎嚴家派誰出來 坦白講是誰 是媳婦是女兒是兒子 很多嚴禁標都是嚴家人嘛 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是如果在地的受不了 嚴家的那種勢力 家族政治家天下 然後台中難道就是二選區 只能是這個樣子嗎 整個台中議會 就是紅黑兩派掌控嗎 你覺得台中市民願意這樣嗎 中二選區選民願意這樣嗎 嚴家這次用盡了吃奶的力氣 多少票請告訴我 七萬七千多票對不對 那柏惟這邊 其實有點拿捏不定 我也坦白講打得不冷不熱的 但是整個陳柏惟 習拜四千四百六十六票 那裡面有多少 那個幾乎都是自主性的 中間的不希望有新政制 出來選出來投下這一票 那尤其我覺得陳柏惟敗選之後 他的表現是非常成熟 是非常讓人肯定 非常讓人肯定 老實說一個三十幾歲年輕人 我覺得不容易 我欣賞陳柏惟 應該是從他被罷免 那一刻他出來面對我開始 真的我之前有時候跟柏惟 太年輕 自己會碰到一段 我坦白講 質詢國防部長那次真的是大失分 我知道他沒有惡意 但是他會覺得說你太年輕氣盛 可是一個這麼年輕的孩子 在短暫時間被打擊到地上變成一個肉餅 可是你看他出來面對 那甚至敗選的時候 他也沒有演起 他也沒有怨天由地 他甚至非常平和 他受到多麼大的打擊跟屈辱 一個三十幾歲年輕人 這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所以你要知道本土陣營這邊已經有悲憤 憤惜不捨搬回來心情在這邊做基底的 這個第一個我要講的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當初我出來翻一票 中俄就不一樣 嚴家勢力就真的終結 所以就像陳柏惟說的 補選才是最終的中曲 才是第九局 所以在這邊我們來看 不管嚴家派誰出來 我真的覺得那不是重點 因為他後面一個很大的標籤 就叫做嚴家 OK 嚴家 單單嚴家 你當初怎麼檢驗陳柏惟的 我們就怎麼檢驗你嚴家 我想大家坐在這邊 可能可以講三個月的電視 都講不完吧 因為有太多東西 我們有三個月可以講 對 我們有三個月可以講 你看你們家要怎麼樣被檢驗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是嚴利民出來 跟林靜穎你怎麼比 我不客氣的講 你單單一個學歷 你單單一個精力 對不對 那選舉那口才犀利 然後對這個 尤其是對人民那種說服力上頭 林靜穎我必須要講 靜穎他不當不分區以後 反而比他當不分區的時候 還要出色 對 那尤其是疫情期間 你看他因為疫情期間 他對他的專業 那你發現說他除了醫生的專業 他除了你發現就是說 他不管有沒有在當立委任內 他其實對於基層的關懷 不只是醫療喔 這真的真的對弱勢 乃至於對臺灣國際參與 他是始終如一 經得起檢驗的 這第一點 那他的專業 不只是在醫療上頭 你發現他對很多政治方面的妹妹 格格時事的評論 他有他非常精闢的論點 所以口條方面非常清楚 非常有說服力 再加上我們講膚淺也很好 就剛剛講個顏值好不好 也是非常的優嘛 是不是 那所以就說 那另外一個 如果說顏利敏出來 你覺得他只有一個地方議會副議長 而且是因為家族的逼應 去當副議長 你說口條 你說學經歷 你跟林靜儀 你怎麼比 好 這第二點 第三點 如果是顏寬很出來 那就更精彩了 我什麼都不用說 你也不要講說顏寬很可猜 我都不用講 我們就只要比一比 兩個都同事過嘛 出席率 質詢率 提案率 我們用這個來比就好了 其他都不用說什麼 這個是 數字不會騙人吧 那如果他們兩個願意 再超級比一比好了 那就來論 這個真正的真材實料 真正的實力 再來問 清白問正 清晰問正 請問林靜儀後面有什麼 沒有耶 他過去不分區 他表現就不錯 可是不當不分區 他還是始終如一 他其實憑藉的是他 他能夠當上不分區 那也是基層社團的推薦 是因為他長期在基層的奔走關懷 一直在民主陣營 本土陣營 那他甚至於在國際方面的接管 他做得非常的好 他也當過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 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請問一下 顏寬恆你做了什麼 你們當初羞辱陳柏惟是三菱立委 現在看什麼是三菱嗎 請問顏寬恆 顏大前立委 你的出席率也說給人提胖一下 你提案率也讓人知道一下 對不對 你的問證成績 你也讓我們知道一下 端得上檯面嗎 那你對這個公眾有說服力嗎 所以選舉是相對的 單單兩個人的客觀條件 不管是顏立民 顏寬恆 那更不要講那個漂亮媳婦 請問漂亮媳婦 除了他的 我看他的競選標語這一個 顏家的媳婦 沒你 沒了 沒你跟我說他有什麼 你跟我說 你怎麼來跟 以前那個政治受害者 然後家屬可能用誰誰的媳婦 可以當選 他們是受害者家屬 還是很多人是他們受害者家屬 你知道這樣子 他是加害者家屬 對 很多沒有 他 很多真正的受害者家屬 可能可以排成一列吧 你們家的受害者家屬 所以你說 但那一個客觀條件 你怎麼比 再來我就說 不只是兩個人 那我就說還有那個氛圍 那個對決的氛圍上面 已經我已經說綠營的 那種悲憤的心情 已經在裡頭了 第三政黨的形象 這我就必須要講 我說真的 主理人就是沒自己 你主理人你怎麼處理 你不就靠著派系嗎 你不就靠著那一步嗎 可是你來駕馭國民黨 你還是這樣 我就在想 如果今天他敢大開大合 我就是沒有提名你言寬恆 我不提名你言家人 我提名一個形象清新的 我告訴你這一炮先打響 喔 國民黨不一樣了 跨出第一步了 沒有 不敢 走回老路 不要請你出來 天啊 你知道嗎 剛剛余嘉峻裡面講說 到時候說 他是勉為其然出來承擔 我就想到 甄嬛連續劇 那一句台詞 什麼就是矯情 我這麼見人就是矯情 你不覺得非常矯情嗎 如果真的還演到這幕戲 你不覺得大家會很倒胃口嗎